今天晚上如果说要住在和欢山的话呢 可以住在亲近农场 或者呢就可以住在全台湾海拔最高的旅馆 这海拔是3150公尺 不过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旅馆污点的瓦片呢容易断裂 而且呢屋檐被大雪压滑 连马桶水呢都会结冰 清醒呢得要用热水 它的前身是蒋公行馆 这个高山旅馆呢经营起来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海拔3150公尺 全台海拔最高旅馆就在和欢山 高山旅馆屋顶瓦片碎裂斑驳 螺丝外露全是因为这里实在太冷了 经营高山旅馆并不容易 因为这片气候是相当的严峻 温差很大 而这片的瓦片是经不起这样子的热胀冷缩 容易造成碎裂的情况 所以旅馆前面呢也拉起了黄色封锁线 来并员旅客发生危险 南水民众在旅馆前开心合照 但旅馆业者经营实在不容易 光是马桶的水都会结冰 员工冲洗得用热水 这里的水管不能用塑胶 因为温度鉴于17度到零下10度 热胀冷缩 如果不使用聚乙烯材质 很快就会裂开 像冬天的话水管会结冰 而且它很偏延 台电的这个供电也不太稳定 市场会有无意境的停电 民国56年这里可是讲工行馆 一直到98年才改建成旅馆 但大雪以下连一整片的屋檐都会被压垮 每年冬天和欢山涌入大批赏雪人潮 零下温度考验着海拔最高的旅馆 设备材质经营模式都比平地还要艰难 中文宣城广内陈宇罗 SNG小组南投采访报道